大家好,我是麦子轩的讲师,我叫马其林 那么今天给大家讲一下本次课程的最后一讲 也就是第17讲,就是可变参数的实用技巧 可变参数的实用技巧就先讲一下固定参数的一下 固定参数它的格式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当然其实就是印的型、大博型、差的型 这个类型可以自由定义 然后就是取它的地址 然后取它传递的内容嘛 然后再收出来 然后也可以对它的内容进行一下操作 比如Ease 取B里面的内容 等于什么的话 比如CMD copy 或者是CMD的MCU 低功耗 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就处理低功耗 然后也可以这样弄 然后我们看一下可变参数的一个格式 可变参数的格式 其实我们这里就以一个 差不多一个printer函数那种来讲 它和它其实差不多 就是这个东西 然后这里就是一个它的一个空置类型 然后后面就是可变参数 然后我看具体的一个结构 具体的结构的话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大家看这个应该是指向的第二个参数 为什么 因为它是先取它的一个地址出来 就是Font的地址出来 它取到地址出来 然后再加上它的一个大小 刚好指向后面的 那么其实就是这个样子 首先取它的 首先它是指向第一个参数这里 首先它是指向这个地方 然后再加上这个大小的话 它就是刚好指向它这个开始这里了 那么它在对应的地方取它的内容输出来 刚好是输出这个地方的内容 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在它的基础上 我们用下来一个英特性的 我们这里是认为后面的数据是英特性和差的性 都是认为已知的 因为在可变参数里面是未知的 那么我们就先判断它的类型 就是tip 要先判断类型 那么我们这里默认后面是英特性和差的性 这里是英特性 假设 英特 这里是差的 后面一个这里 差的性 然后它的话就是 这个的话就是在它的基础上 然后我再加一个英特性 是不是刚好 它就指向这个地方来 然后它的内容 刚好是输出这里的内容 那么它也一样了 在它的基础上又加一个英特性的 是不是就指向这里来 然后它的内容就是输出它的内容 那么这里是差的性 这里是英特性 那么就是刚好对应它 它是不同的东西 然后我们可以 不一定 不一定这里的printf 我们可以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取这个 取这个地方 把它的AP指向对应的这个地方 然后把它内容取出来以后 把它内容取出来以后 把它内容取出来以后 这都是可以的 比如 是吧 取这个 取这个东西出来 取它的内容 如果 等于什么呢 等于我想要达到一个功能 比如我 比如我传的这个 这个 应该行为 我传的是16帧 就是0 0多少多少 然后我就判断它 是不是0多少多少多少 然后这个是执行什么指令 或者是 我再用一个红定义 indify copy 为0多少多少 那么我这里判断它的 是不是0多少多少 然后就把这个什么数据 给它 然后复制 复制什么 然后就完了 这个功能就完了 然后比如 或者是我们定义 Dify Dify一个什么呢 比如low power 为 1 x f 是不是 那么 当我们 嗯 接受 比如我们从创口接受的数据以后 我把它传进来 传进来 传进来以后 然后 是不是就传这个ff 传ff 以后我们就判定 就说比如if 它 接收到取这个的数据 假设我们是给第二个哈 在这个数据 在这个数据 应该性的ip 如果是等于 等于什么 等于low power 然后我们就进行第一根号处理 嗯 就是执行它的一个第一根号处理 那么具体里面的第一根号处理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就写那个减 那我们就写那个减数据 去处理单片 接M4 进入一根号 是不是 然后其实 大概的话就是 这种样子啊 我们就是把把收到的数据把它传进来 然后每个对应什么什么什么的 其实这个都都差不多 因为这里我们是认为它类型 后面参数的类型 我们知道 但有的 按理说是 不应该有后面知道什么类型 因为调用的话 它这个类型啊 参数是可变的 我们这里是 给大家讲解 是用那个类型是已经固定了 就是说给大家一个通俗的讲解一下 如果类型不定的话 我们就要去先判断类型 判断类型后 然后再加上相应的那个大小 然后再得 再可以指向下一个 那个参数的一个地址 再加上下一个 再加上本次的一个类型 然后再指向下一个的一个地址 就是在操作的一个过程 然后大家客户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 嗯 网上的话 很多这些类型的可变参数的类型 去讲解 大家可以 嗯 把这些结合进我们 做那种单片集的设计啊 或者什么设计里面去弄一下 这个就是可以的 然后结合到单片集里面 最主要是要找这个地址 这个地址怎么去找 那么就是 它的初始地址 加上它的本这个本个参数的一个大小 然后就是指向下一个下一个的地址 所以这个就是指向下一个地址 其实大概的话就是这个样子 大家可以客户去练习一下 那么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